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弓腔镜下 异物取出这些手术 那么不同的手术呢 它的手术过程 时间持续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相对来说呢 子宫内膜的电切和子宫肌瘤的电切 手术相对复杂一些 我们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胚物的取出 或者是环的取出 或者是吸入的电切 或者是纵葛的电切 这些手术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子宫肌瘤电切要简单一些 持续的时间要短一些 那么我们取出胚物的话 可以说在一两分钟就能取出来了 甚至几秒钟就行了 但是肌瘤的电切 尤其是对那埋的比较深的那种二型肌瘤电切起来 就非常的复杂 通常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 有的时候呢 我最长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一个激流的电切术 这么长时间的手术对病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因为我们要持续的膨胱 水要进到胱腔里面 这在这样持续的膨胱的情况下 就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叫水中毒 就是水通过血管进入到病人的体内 造成全身的这种水肿 甚至可以引起来这个体内的电解质的紊乱 甚至可以造成呼吸停止 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手术的长短是要尽量的缩短手术 减少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